如果我貌貌然改了筆名 就好像對之前支持我的朋友又不是那麼好 所以就一直用這個名字用到現在 小時候當然更多的是虛榮心、英雄主義 你就會發現之間你種那棵樹苗已經生成正果 有空就摘一下蘋果 慢慢你就會體驗到什麼叫財務自由 不用再為生存而去掙扎 可以真真正正地拒絕一些你不想做的工作 做一些你真正想做、建立自己價值的東西 Hello 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九十號零至千萬的故事 又是我德馨和大家見面 今天這一集就非常之有趣 是有史以來第一集我只是去講自己的東西 就是究竟我從小到大成長是怎樣的呢 一路走來和投資又怎樣拉上了關係呢 當然我只不過是一個普通到無倫的人 但我覺得經常拍片和大家講投資 都沒什麼機會給網友們認識一下我 所以今天就有趣一點 我想分享多些關於自己的東西 所以今集希望大家不要當我說廢話 是朋友的應該給我一個like 也都希望這一集可以給到正在努力向上游的年輕人們 一些小小的鼓勵 正如大多數的普羅大眾一樣 我小時候都是在屋邨長大的 圖上面就是我長大的屋邨港元村 我自己都挺proud of自己在港元村長大 其實因為這個屋邨 它的設計非常之獨特 有一點中古氣息 所以這個地方雖然是公共屋邨 但是其實它都拿過一些設計獎 深花符MM都拍過它 所以可能大家都聽過一下這個村的 如果都是港元村長大的朋友 相信大家就一定很記得中立了 以前玩捉衣恩的時候都是在那個位置 放假星期六日吃完午飯 就是在那個位置找一些其實自己都不認識的小朋友 一起困謎 要是玩猜皇帝 要是玩捉衣恩 那莫莉拉加就會認識了朋友 所以其實是一個非常友善的環境 不過小時候的我其實很貪錢 經常都幻想自己可以那些好一點的生活 所以其實無論是在讀小學還是中學的時候 都經常都會想少少的巧妙東西去賺錢 例如是在小學的時候 聖誕聯歡會知道大家那一刻 對於玩玩具的慾望是特別高漲的 所以我在那個時候 通常都會去賣玩具仔 那你5元買回來10元買出去 或者換兩個5元的玩具 那trade來trade去 那就賺少少錢 買少許甜筒吃 或者買自己喜歡的文具 這個只是一個例子 事實上我做過很多無聊事 都是賺那幾元的雞 而事實上小時候我自己讀書都是平平無奇 所以就入了一間正正常常的中學 不差又不是特別勁 但是盛在那間中學 培養的小朋友多數都是很溫口純亮的 所以小時候成長的我 其實是在一個love and peace的環境裏面 直到現在我都常常掛念中學的老師 因為我不知道能不能開名 所以這裏我就不冒這些險 除非是校長message 我說OK啦 這樣尊重他們 那去到高中的時候 跟絕大多數的高中生一樣 去到高中生活的時候 你開始就會想前景 未來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夠養妻活兒 自己又有沒有更大的potential 可以做得更多呢 所以其實真的說到發奮的時候 就是高中的尾聲 直到去入大學的時候 才開始叫做 給心機讀書 當時就很幸運 考入了一間不錯的大學 UNSW 也是適合來的一間大學 後來我發現原來很多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都是讀過那一間大學畢業的 雖然我小時候的興趣就是賺錢的 理所當然應該是要讀金融那些 但我並沒有這樣做 因為一來當時我考慮到 畢業之後容易賺工的情況 還有練少無知的我就覺得 考到高分就應該要入一些 那間大學比較出名的學系 或者高分才入到的學系 所以當時的我呢 其實是選了土木工程去讀的 當然也有副修金融 但是都是一些皮毛東西 那在大學生涯裡面 我就非常之勤力 簡直是好像看Gundam Seed那樣 爆了Seed 基本上是接近Full Time上班 以及Full Time讀書 那因為我不是什麼富二代 自不然也要找回少許陪川幫助生活 不過這裡說回外國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當時我覺得 自己的英語水平是太低 也是我人生中我定義為最大的弱點 所以就想過澳洲讀書學好一些英文 不過遺憾的是 去到我畢業之後 直到現在的英文都不是那麼好 純粹是生存寶的意思 不是賣花棧花香 其實在新南威爾斯那時候讀書 都培養了很多創意思維 因為我自己讀過學系的同學們 他們都不停在創新 要不就想一些科研的東西 工程的東西 又或者是創業的東西等等 所以受到這個校園的氛圍底下 也是我當時的室友 極力推崇底下 就認識了Bitcoin 以及一些創投的網站 雖然當時的我 對向上游是有極大的動力 簡直是背水一箭那種 極到渴望成為中產 但是當時的我對於投資 可謂一竅不通 所以其實當時玩Bitcoin 都純粹是挖一下礦 也是正值當時剛剛有Bitcoin的時間 甚至乎你都沒有辦法去買到Bitcoin 因為當時 不要說那些Crypto交易所 連Local Bitcoin這些基本的東西都沒有 不過都正因為這樣 當時挖Bitcoin是非常之容易挖的 概念類似就是 每隔四年左右 Bitcoin的挖礦難度都會提升一倍 因為當時是剛剛有Bitcoin第一年 所以自不嫌挖礦的難度是非常之簡單 當時的我們是用家用電腦去挖Bitcoin 是去到後期的時間 才慢慢有些平台去挖Bitcoin 甚至後期 你可以用Bitcoin subscribe一些Bitcoin挖礦機 Contract 玩法就越來越多了 而同一個時間地 當時有開始發展了一些投資平台 是投一些startup 是可以收美金和Bitcoin 所以當時挖完Bitcoin 不知道拿來做什麼 除了subscribe一些挖礦Contract之外 另外一些Bitcoin的錢就扔了去 分一些創投 當時的入場門量是非常之低的 最低是可以去到1000元美金 我記得 所以如果你慘慘慘慘慘的話 再加上一些小生意 在大學時期 所以就有一點機會 做就了 讓我去初探買股權 這件事 就算一些出名的公司 沒有起出來 例如Airbnb 或者Uber 正如我所說 投入的金額太少 所以賺到的錢 都是非常之少的 但是因為這件事 就種下了粒種子在我身上 就令到我覺得 只要自己有付出一定的努力 去分析一些投資的公司 那可能就會得到一個回報 因為讀工程的時候的我 就開始察覺到 數據分析又或者邏輯推論 是其中一個小天賦 還有是我的興趣 而再加上就是在大學四年級的時候 因為大學教授本來就是在研究著所有技術的東西 但是他的模特兒就成功賣給投行 去預測陰陽足走勢 去預測那些技術圖表 所以就豁然令我想到 原來我們在讀的科學或者工程 其實對投資 都是有一定的優勢在上高 當時都叫做見錢開眼的我 就當然不會示弱 所以在我回到香港的時候 第一份工當然是做工程師 就蓋房子 但同時我用大量閒餘的時間去研究股票市場 覺得沒理由那個教授做到 自己做不到的 大家都是讀工程出身的 一開始的我主要就是研究美股市場 但回到香港之後 我多了認識香港或者中國的企業 就開始產生興趣 所以就開始玩了港股 而因為後期一點的時間 因為去到大學畢業 再之後回來香港 其實Crypto這個領域已經進化了不少 當時其實已經出現了很多Crypto的 Trading Platform 所以你拿著Bitcoin 其實你偶爾都會想 Trader 用Bitcoin購買Dogecoin 或者用Dogecoin換一下美金 如此類推 所以就慢慢也令到我自己 喜歡炒了Crypto 重新研究多了技術分析 所以有技術分析就不要浪費了 就順便拿去炒黃金石油 商品那些 不過當時 其實Trader這部分的我 是佔了很少部分 主要我都是買股票的 不過其實現在看回 當時 朋友、家人的支持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其實那時候的我 放工回到家裡 唯一做的就是研究投資 本身做工程師都不是太輕鬆的 有時候都要OT到很晚 不過回到家裡 我都照樣研究一下股票 搞到凌晨才睡 通常都三四點 維持了都接近三年以上的時間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結婚了 回到香港也都有不少的香港朋友 所以那些朋友經常約我出街 老婆經常想拍拖 其實我都沒有時間給他們 再加上天性保守的我 當時的我 就很省錢 想省盡每一分每一毫拿去投資 所以不要說去旅行這些那麼高消費的活動 甚至乎跟朋友吃過飯 都要看一場合才去 所以熬過那幾年 都還頂得我順的朋友 真心說句都是真朋友 即是其實那幾年 是斷錄親 當時的我學投資的方法 都離不開是看書 上下班 但是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樣 走這條路的你都會自不然想想 究竟我的方法是不是對的呢 當然我也是一樣有這個迷思的 所以那時候就踏盡人物 都想去一些比較專業的機構去投資 幸好就有個親戚 成功給我機會 去到一間叫國X國際的 中資投行那裡去學一下分析 後期憑著這些經驗 以及對金融的興趣和知識越來越濃厚 也都入了招X國際 去擔任一些基金管理的工作 之後就為人所熟悉 我入了我要做富翁這個大家庭 暫暗都已經七年的時間 其實那時候在中資投行那裡 我主要都是做一些small potato 但是因為新聖八卦的我 就經常會去請教一些前輩 一些高層的人 去問他們有關投資的看法 不過我發現了 可能剛巧在那兩間公司 他們的高層 其實不是想像中 好像巴菲特那些 對股票領域有一個很深入的見解 反而好像齒輪那樣 大家都只是在做自己的拍攝 所以當時也作為一個small potato的我 其實並沒有在這些機構上 學到什麼投資重要的知識 所以就是令到我看企業的角度 能夠站在更加宏觀更加廣的視野 去看他們 後來自己的想法越來越成熟 當時都尚算年輕的我 當然就很想把自己很多 股票市場的想法 分享給其他人 所以慢慢慢慢就出了很多的節目 當時一開始的 我是賺寫一些分析文章為主 當時就有個830的文章寫稿專欄 我就在那裡不停出文 所以古壇流原筆這個名字 這麼尷尬 大家都可想而知 那個時候我從來都沒有想著出樣子 那個是純粹我的筆名 如果一早知道要拍片出樣子 我就怎麼都不會改這些 這麼尷尬的名字 但去到後期的時間 因為有一定的人已經認識了自己 如果我貌貌然改了筆名 就好像對之前支持我的朋友又不是那麼好 所以就一直堅持著用這個名字 用到現在 不過現在好一點 大家叫我得慶就不要這麼尷尬 後期就做了很多不同類型的節目 鮮�厚厚厚在這7年間 包括就是最早的2月鼓壇到場 去到後期的街頭智慧 或者ViuTV的節目 甚至乎升級版 或者很久之前和師傅有做過一些直播節目 或者定期上去ViuTV那裡客串一下 但是說回來 其實我由工程師轉行去做金融這一份 而正如很多朋友一樣 一說到轉行 當然會有很多反對聲音在你心命中出現 包括是父母都會擔心 你讀這個專業這麼久 工程師又穩穩定定收入 你慢慢轉行 之後的新計會不會出現問題 又或者朋友就以為你走火入魔 不知道收到哪條根地馬上去轉行 所以那時候其實都是一片擔心 自己了解到自己的天賦和興趣 其實都離不開一些分析 邏輯思維的推演 而價值觀方面 亦都傾向是想把自己的東西分享給大家 小時候當然更多的是虛榮心 英雄主義 但是後期大一點的我 滿足了生存條件之後 那個想法當然就不一樣了 反而是想直至自己的一個平凡小子 向上游變中產這個故事 想感染一下正在努力的年輕人 開始多了一些使命感在上告 不過這些都是很後期的事 而我知道大家很多時候 都是因為為了生存 繼續做一份自己不想做的工作 而你都很清楚你自己的天賦 興趣、價值觀是在哪裏 只不過永遠就不夠一個動力 去踏出第一步 改變自己 可能是因為家人的壓力底下 又或者是因為社會的壓力 又或者純粹是為生存 這些淋淋種種所有的 我都經歷過了 但是我想跟你說的 就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真正的自己是想怎樣 才明白自己最大的優勢在哪裏 適合做些什麼東西 而有時候就是 那種多一份堅持 多一份耐性 還有多一份冒險 最終其實你都有機會 是能夠做到自己最想做的工作 或者過你自己理想的生活 所以現在看回小時候的我 雖然是有一份衝動的 但是去到今天 我都從來不後悔當初的決定 看到我片內的朋友仔 都知道其實我在大概五年前左右 開始分享很多 有關於收息 現金流 被動收入的投資 到底為什麼我會突然之間 由一個買股票 賺盈利為主的股票投資人 突然之間多了去鑽研一些 收息 quits bonds 的投資者 其實這裏就是跟我兩個女兒出生有關的 現在小弟的兩個女兒 一個就六歲半 一個就五歲半 其實在她們出生之後 我就開始理解到一個家庭財富穩定的重要性 那時候兩夫婦 當然投資賺到錢 但她去吃吃好西 賺不到錢的時候 那就省省你也沒有所謂 但你有了小朋友,真正感覺到一個家庭的時候 當時的我,突然間有很強烈的感覺 覺得自己有責任,是要改變自己的投資風格 令到我們家庭的財產,不能夠那麼上下波動 更多的是,可持續發展 雖然我都有買樓投資 但樓一般對我們普通市民來說 其實門檻都相當高 來想想你一層樓,首期扔下去,我當你五成 大謊話都兩三百萬 如果你想分散風險的話,買十棟八棟的話 那裡分分鐘都幾千萬 作為小市民的,我當然沒有這個財力 雖然買樓收租安全性比較高 但回報相對上較低 所以我就把我的視野放在Wit和Bonds上面 這兩個資產有一個很共通的特性 就是他們的流動性相對高,以及入場門檻低 很多人都以為買債券通常都要動到百多萬 其實現在很多債券都是1000-2000美元入場 所以就不同我們以前的年代 那你1000-2000美元入場的 又或者Wit的,甚至是幾十美元入場 當然就能夠做到更多的diversify 在這個組合上 你可以同時用十隻八隻Wit 其實對於你整個層樓的入場門檻都不會高 還有更加重要的是 Wit和Bonds都是一些相對流動性比較大的資產 比樓容易賣出、容易買入 大家可能不以為意 但其實背後的流動性這個邏輯是相當重要的 其實我自己是接觸了很多類型的投資產品 也都study過很多 但其實最後為什麼我要用上股票 又用上債券、Wit去做投資 去砌我這個組合呢? 因為我發現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其實你不需要在既定的一個資產 做到非常精緻的策略 你只需要配合天時底下 所有資產的投資策略做到70分 其實你已經能夠贏了 只懂得一個資產做到100分的那個人 但是所謂的天時是什麼呢? 那個就是經濟周期 因為無論我小時候投資的穩定增長股 或者爆升股策略 又或者炒商品 這一類型的以盈利為本 想目標做到低買高賣的資產 還是後期有雷女出生之後 開始注重現金流的投資組合 派息的就是債券 又派息又賺價的就是Wit 這些類型的資產 其實在不同的經濟周期之下 他們的表現都是有極大的不同 圖上面就騷了 當一個經濟在衰退周期的時候 投資債券的回報是相對吸引 而復甦的時候就是股票 過熱的時候就是大眾商品 或者滯象的時候都是 當然這個概念就不能直接拿去做投資 當中你怎樣去定義一個經濟周期 什麼時候是衰退什麼時候是復甦 或者接下來是衰退還是復甦 這些都很講技巧 又或者你買的什麼類型的債券 是長債還是短債 是公司債還是割債 究竟是什麼評級 買的股票是什麼板塊 買的商品 是軟商品還是硬商品 是黃金還是石油 這些種種的策略都是重要的 但起碼在配合天時的情況下 你按回經濟周期 去放股債Witch商品裡面 什麼資產的比重是佔得比較重 而什麼你又要輕一點呢 你拿對這個大概念下 其實你的投資回報 衰極都有個譜 這個所謂的天時 去影響你的投資回報 這個重要性其實是遠遠大於 你選不選得對這個板塊裡面的哪隻股票 簡單來說 在一個對的經濟帳衡時期 配合好不同資產的百分比 這個重要性是遠遠大於 你玩股票市場 選不選得對的股票 所以最後大家可以說 我可能有投資股票、債券、Witch 好像沒有一樣是專精都很重要的 如果大家這樣認為 我是絕對認同的 因為回頭去說 我只是一個絕對的普通人 所以我能夠做到的就是 所有東西蒙糊地正確 而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特性 令到我在自己的資產組合裡面 有盈利為本的策略 即是投機、買爆升股、穩健股這些 也有現金流為本的策略 即買Witch和收息股 半賺息半賺價 以及主要賺息的債券、債機 他們的回報與風險是完全不同的 好像我圖上的解釋 盈利為本的策略 其實主要著重在回報比較高上面 但相對上的穩定性比較低 風險比較高 相反來說 Witch和收息股這些 就是介乎中間的水平 而債券、債機 就是相對上回報比較低 但穩定性比較高 根據Ray Daniels的聖杯理論 當你的資產組合上 資產與資產之間的相關 相關係數越低 你能夠創造到的 風險與回報性價比 就能夠越高 所以在風險管理角度 就能夠做到一加大於二 而在財富管理角度 也是一樣 因為盈利為本的策略 其實往往他們能夠創造的回報給你 都是很難去預測到的 例如說你可能今個月炒股票的賺了100萬 但你下個月到頭可能輸20萬 你這個財富是會較為波動 但現金流為本的組合就不同了 它能夠提供給你的貴貴派息 又或者月月派息的概念 能夠令到你家庭生計 有一個穩定的現金流在 可能未成家立即的朋友 未必得到我想說什麼 好像以上車為例 假設你年輕夫婦 儲了10年前 很難得有200萬的本金 打算全部購買一層樓 假設一層樓618萬左右 那你全部購入200萬 不算那些費物費 就大概供兩萬元 但同一個概念下 如果你能夠懂得運用現金流組合 真是減輕你供樓的負擔 同一層樓618萬 如果你做過九成按揭 首期給你618,000 即是供樓你會供多了 26956元 但這個時候 你原先的200萬 在你給了首期之後 其實還剩下840萬左右 你拿這840萬 去建立這個10年式的組合 大概每個月就收到11600元 減去了供款的部分 其實你正供款額 就去到15000左右 其實是比你原先供2萬元 就輕鬆了四分之一 當然這個概念可以再巨大化下去 你用300萬為例子 400萬為例子 如此類推 但這些數字並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我想告訴你 當你建立了一個收息組合的時候 前進這種每個月或每季的牌息 就能夠幫助到你的家庭開支 有一個穩定的正現金樓 不一定拿來供樓的 可能你拿來交水店門 又或者交子女的學費 那這一樣的特點 就是盈利為本的策略幫不了你 當然作為一個佛系蒙蒙地正確的投資者 兩種的策略為何不 現金樓固然是重要的 但是財富增值的速度都是要有的 所以盈利為本的策略 我也是會繼續去做的 當用盈利為本這個策略 積存了一塊大錢之後 我又丟到現金樓圍本 從而去鞏固我整個家庭的財政狀況 Gutting Loop這個步驟 久而久之在十年八載之後 你就會發現之間 你種一棵樹苗已經生成正果 有空又摘下一個蘋果 慢慢慢慢你就會體驗到財務自由 不用再為生存而去掙扎 可以真真正正地拒絕一些你不想做的工作 做一些你真正想做 建立自己價值的東西 到這裏我的故事當然是未完 在三年前 我就跟家人移民了過來加拿大多倫多這邊 來到這裏 就有更多的機會被我接觸了 去投資一些小型的房地產項目 起下Time House 又或者投資在一些酒店上高 收穫简簡單單的 就是做一些屋宇重建的項目 當然這些都是跟富翁團隊一起做的 但是回想起小時候屋邨長大的我 其實當時都很難想像到 今天真是成功雙遊 做了一個中產 雖然今天的我才發現 滿足了生存條件之後 小時候那種想發達的野心 其實就已經好像消散了 更加多的是安安穩穩 做自己想做的事 只是想跟身邊的朋友仔 家人簡簡單單地生活 還有做發揮到自己的天賦 充滿熱誠興趣 還有彰顯到自己價值觀的事情 而加拿大的這些投資 雖然一開始做起來的時候 處處碰壁 但是其實這些挑戰 在我看來都好像小時候打機一樣 好像過完一關又想過下一關一樣 每天睡醒都很期待 接下來有什麼新的東西玩 有這種小時候著迷打機的感覺 而在這三年我都建立了 一個我自己很 proud of 的社群 裡面有很多和我可親的朋友 一起去建立這個 以分享和學習 投資為基礎的社群 同時一起去分享一些生活所需 人生觀 搞搞搞搞 有時候人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這些生活 在我小時候想都想不到 原來這麼簡單就夠了 當然今天看這條片的你 無論你有沒有曾經給個like 或者留言也好 其實都是幫了小弟很多 才能夠令到我嚮往的價值觀 能夠實踐到出流 多點分享我自己的東西給大家聽 當然我都希望日後可以在All in group 見到大家 其實這條片出街的時候 正正就是小弟的分享會 如果大家是講不及看直播的話 記得scan panel上面的QR Code 繼續支持小弟 支持這個普通到不普通的窮小子 好了這一集的時間又是這麼多 相信這一集都是我拍這麼久 零至千萬最特別的一集 也是唯一一集叫做說自己的東西為主 知道看到這個頻道的都是想學投資的 希望這一集就不要悶到大家 更加多的是給大家一分的鼓勵和支持 喜歡這集的朋友 記得給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其實我也很想聽一下大家的故事 如果大家不厭其煩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 去分享多點大家的東西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如果大家不願意做大使和直播分析的話 去訂閱富翁電視MTTV 另外想跟我們環球看樓 記得去訂閱我要做世界頻道了